HELLO 大家好,接下來星期六的賽事會在草地用A加三欄 亦有幾場泥地賽,好事都是熱滿天下 雖然平時星期六的賽事都是爆冷居多 但這次感覺上好事很多場都有馬膽 我只是重心馬膽都選到五隻出來 所以希望到時正正上上 跟大家看看第一場四班條件限定賽,1200米 第一場賽事我會盡量說多一點 但這場馬很多新馬都還沒得到 但有兩隻新馬是特別特別好 明顯有前觸,而且事實事得非常厲害 舊馬方面,一起和勁盡無敵兩隻馬都是邊線馬 喜悅一生上次後再說吧 步速方面會很快,1號馬這隻吉吉利高 上天晚上是很慢時間,所以今年我都說這隻馬不行 而且很明顯看到神科不同了 試過拉停完之後是一隻馬退 一隻馬不知何事,好像不想跑 二號馬一起,這隻是Holy Roman Emperor的兒子 二蘭馬,上季跑了兩個位置 但非常慢時間,今年完全沒有進步 但選到沒有馬好選的情況之後 我硬放回去第五選 沒有馬好選的,但這隻馬是初大眼罩 但要好進步才行 三號馬,潮郎中,是Time Test的兒子 我其實很喜歡Time Test的兒子 但下次不是Pincer,應該要時間 Time Test是在Dubai 我看到他媽媽那邊 有一個奮鬥大師,他不寫什麼路程 但應該要跑長一點 騎都不肯走,遲些先 四號馬,紀利大師,衣服很適合 紀利畫木球會那班人 但馬房,我都說了很多次 他這個馬房練PBG,成功率非常低 所以暫時還沒得住 所以我不說廢話 最主要是微特 五號馬神魔金 STARCRAFT的兒子要跑長一點 STARCRAFT剛剛死了 之後不會再有STARCRAFT 未得的,這隻馬是生歐歐的 六號馬,這隻萬事快 我有想過選擇這隻馬 因為最近跟運高百頭試 其實他不算很頑皮 但最重要的是Vancouver仔 他試泥池一定好 草地不敢說,我拼他來地 好過草地 所以還沒得住 這隻馬,我真的硬選一隻 一喜無選他 但這隻馬,四龍彩 我建議拖翻 因為見到他,他有點前速 所以這隻馬,如果這次被他排九檔 放到五、六位 有權爭下維持四龍彩 投注四龍彩的話,拖翻 七號馬,天地同恩 Applet的兒子,初大下午都還沒得 八號馬,武林之尊 Spirit of Boom,排十四檔 這次是誰騎 這次是輪仔騎 楊明倫騎 之前試集也是楊明倫斯 很後名次回來的 打下去也不肯走 因為離地的關係 我又不太覺得這是關鍵 最主要是打也不肯走 我想要給他一點時間 還有十四檔很難跑 九號馬快魚龍 給嘉里跑 如果可以的話,應該是給潘頓 潘頓不會不跑 潘頓一起都不跑 看看他試集 很熟的 跟前回來,但不是很厲害 剛才的火雜雖然第二 但時間偏慢 再之前輸給王姐精心 後追少少,留著少少來跑 又好些 48秒66 48秒88又可以的 我覺得這組可以欠位置 但贏不到他 因為八進巨星真的很好馬 我沒有問過一些老友 當然我幫這班人 以前買八進洪峰 在阿石哥那裡 但幾次都是很快的時間 草地來地都是 輕鬆一放出來 你是食塵的 剛剛這集 前快後快 最後還有 初出跑12米 當然不夠1000米好 但草地來地都沒問題 三歲仔 這隻馬 不管多少倍都好 馬膽來的 放出來就走掉 這場馬應該是輕盛你幾個馬位的馬 十一號馬 喜悦一生 剛剛跑第四名 但人氣我取輸很遠 輸給那隻古浪非凡 又是同一個馬獸 和一隻八進巨星一樣 我想這隻馬 有第四名都會偷笑 十二號馬 未利一嬌 這隻是Excel的兒子 我在季前試集 都說這隻馬還沒得 又是很生 最近的C4集 在重化 感覺上又是生歐歐 還沒得 我想要給他一點時間 再適應一下 十三號馬 這隻競進無敵 一檔會賺 但看上年兩場的形狀不厲害 而剛剛那場 是被古浪非凡 而今場馬 有隻馬 可能比古浪非凡 他是會厲害的 應該這樣說 他在這組裡 比較熟少少的馬 但是位置馬 十四號馬 運行進氣 我選擇他一個原因 因為他已經連續兩次走光 有一次放頭就離開 但之前其實是有些走勢 特別是上一場 我看到他雖然慢時間 但有少少少少走勢 預勢不錯 像神州時代 我就這樣選擇 是不是這隻 有DD走勢 是第六名那隻 是第六名那隻 有少少少走勢 但不算特別 整周時代過了他 我也是說 整周時代很適合 昨晚61倍 沒有位置 很可憐 但這種馬實在太差勢了 而且他熟少少 只要周進樂 不是全席外碟 應該有得爭 後面兩隻 小莫未來 和法財大師 補出也好 機會低少少少 我就覺得 八進巨星 不要嚴烈 贏面非常高 腳方面 我想是快鱼龍 和運行進喜 敬進無敵 這三種馬比較好一點 是怕運行進喜 十一檔會不會 被人頂起外跌 或者周進下來 那隻敬進無敵 排了一檔 不能不拖 只能拖腳 這隻快鱼龍 是有少少少能力的 但明顯地 還未很適合 我覺得你怎樣都可以拖 一氣就肯定選擇 其他馬真的不下手 第二場 五班二線米 這場馬 是有一堆馬不行的 但最慘的是 計不到有什麼補促 沒什麼馬特別快 那隻雜星光輝 會不會捱到 因為他之前周進樂跑 但跟人鬥後勁 當然不行 但最近試了貨集 這場馬沒有馬放 最近兩場馬都是輸的 但根本是大場道馬 二千米沒理由有問題 但剛剛這場馬試得不錯 可能因為騎士輕磅 但我覺得試得不錯 因為10萬里的關係 其他馬不肯走 但他自己本身的時間 比美麗快要0.7秒 也比加州星球要1秒 我覺得挺厲害 唯一擔心這件事 就是蘇小輝放馬 通常都放得快 不會常常都像昨晚那隻 放頭那隻 有隻古浪精彩 這麼厲害 看看會不會這次 可以自己慢放 二檔 如果可以的話 他就有權贏你 唯一擔心就是綁重 而且他始終 如果他2千米 好像不夠千百米好 只是擔心這件事 但有贏面的 二個馬 中環16轉了馬房 去阿文家亮島 之前都說過 他是一隻長途馬 上年贏16米 贏得很敏 當時34分 贏了馬之後 在16米 近年沒有威脅 這隻馬經常忍著把斷 但我對於他的氣量 有點懷疑 狀態 我覺得是OK的 氣量少少輕微懷疑 最多最多是四龍仔腳 很大隻的 這隻馬 三號馬 跑得寶寶 很大隻 1400磅 1474 很恐怖 這隻馬 很大隻 能力上不是很高 剛剛那場18米 追得很好 其實我之前都說過 草地不會有問題 而且他市集已經有走勢 但我等他跑來地會好一點 兩隻馬都一樣 中華16 跑得寶寶 都曾經在五班 贏過馬 和不停地上名 但兩隻馬跑快 都很遲 留著跑去追幾多 怕他不夠氣 但兩隻馬都有基本水準 四龍馬齊起 我等他跑來地 減分 遲點 五號馬赤子鴻 本身想選擇做馬膽 但排了14檔 就難選擇了 剛剛他在前面走 中段也想走掉 結果被帝豪大師追到 頂到奇利段金 上心星 都跑得不錯 但位置馬 一隻難贏的馬 六號馬巴巴 一個理據 潘頓騎阿錫 那些馬 很準 而剛剛上場 他跑了七檔 還有周俊樂 追上去 不算太頑 預計很好 給大家看看 當然追不到那些 上心星那些 但他有餘勢 他失去了 失去了 跑度偏差 跑快 有餘勢 唯一擔心 就是會不會 氣量 但因為沒有捕捉 我估計他守著三四位 很好跑 不是三四位 五六位 二跌位置 應該好跑的 潘頓找對的法力點 可以贏馬 但不會建議 這隻馬 很飄乎 鬥志斯明也沒有用 七龍馬 行樂之光 你見到他這隻馬 上季在二十七分贏馬 其實現在這隻馬 有少少尷尬 因為他沒有去年身份 坦白說 他肯定沒有去年身份 今年試乘 如勢也沒有以前那麼好 他以前是 好像那隻 花蕊蕊蓮華 他經常在國中點追很多 但今年這個勢也沒有去年那麼好 八號馬 上心星 31分是可以爭的 但爭位置 三四中賽 拖票 不要做馬膽 9個馬 滿貫 自有 30分 轉了馬房後 向長途發展 剛剛在泥地上 捱回來 輸給慶文家 慶文家 我講了是會跑泥地的馬 可以頂到 跑得寶寶 我覺得這隻馬 轉了 轉了 前速 轉了路程之後 好像不錯 Vanccouver 越跑越長 他媽媽跑到2300 MUNNIGHT BABY 先贏過中長途馬 這場馬 沒有捕捉 如果他跟澤生光輝 在前面走 分分鐘捱到一隻 所以我把這兩隻馬 放回去 凌風壞了 其實是不走的 11號馬 老表醒 這隻馬 你長期四重彩拖票 我想馬房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動 這隻馬 傻傻地 不知道什麼時候肯追 長期只能拖四重彩的馬 千萬不要做膽 這些馬 不是WINPET對象 12號馬 瑞藍 Cable Bay 跑了14場都沒有接近 上場比較近 但是很慢 所以 等他遲些 例子比草地好 庫泉 我還想要遲些 因為下線 草地應該不夠泥地好 14號馬 標形奧漢 又是一隻泥地曾經有個表現的馬 經常引到一些飛機 被人憧憬過 因為他曾經跑過第二名 第四名都跑過 但是就是一隻千百米不太到的馬 即650好像極限 好了 看完馬了 這場馬很頭痛 但是邊線馬非常多 中環16 跑得寶寶 巴巴閉 赤子鴻心 澤昇光輝 上心星 滿貫之右 這些全部都是邊線馬 我硬選擇 只是巴巴閉行頭 因為沒有捕捉 他可以在守住口位去賺 以及連合作成功率非常之高 但是有權贏你 就是跑得寶寶 因為全組最好是他和澤昇光輝 我澤昇光輝跑在第五選 純粹是因為蘇兆輝 我怕他排二檔會太搶 你知道他放馬經常都放得太快 第三場 四班千二米 這場馬有捕捉 可以看到 全景必勝 創一 一檔的金鼓齊鳴 應該會快 一號馬這隻閃電俠 這些馬我長期都不盡量 我都是放到第四選 但是想想想 這隻馬長期的腳有問題 不知道什麼時候肯跑 做好了也好 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肯跑 所以我不放在頭五選 我只是在第五第六選選 我只是在轉飛龍 和他之間選 我想想想 選一隻 輕磅少少的 但這隻馬 投注馬鐵的朋友 拖票 四龍彩 腳來的 千萬不要做馬膽 隨時走樣 二個馬團結必勝 上年嘉莉和他贏了兩場 我贏了馬之後 我特別說了一句 我去到五十四分之後 沒有什麼評分優勢 上年跑光了 你看了 那麼 那 現在今年 他試走很肯走 很肯走 那麼 見到他就 放回來了 很好的時間 都OK的 很複雜 但是蔡明少 摸著實的 那麼 為什麼不讓嘉莉跑呢 這個奇怪 嘉莉是不是 停賽 嘉莉不是停賽 沒有馬技 三場 哦 他騎的那場很寬 我鬥雞 為什麼看不到 所以 似是 阿希斯給他騎 這隻馬 這隻馬 現在回到五十五分 有一點優勢 這場馬 他是快馬其中一隻 有權捱到位置 但是評分 難贏馬 排到第二選 三號馬 傾文仔 加州前程 都減分減到來 現在是五十四分 暫時都未見到有走勢 我一直都說 歐洲短筒馬 都要小心 而且這隻馬 還未適應 我打算給多一點時間才行 四十五馬 長華孝寬 來到香港 有些走勢 是未得過的 用嘉莉也低一點 感覺上 泥地好過草地的馬 我暫時看不到他有轉變 五馬吉隆 這是蘇博的兒子 看看血統 下線馬 O'Reilly 幾歲 4歲 已經下線 O'Reilly 4歲 通常都是 Port Albert 短筒馬 我總之 短筒馬 你看到他最近試一集 輸給金庫齊名 一齊看看 有萬事有 有幸運天賜 吉隆 葛紅 快一點點 好 那麼 估提名 看看他第二位 這只不是吉隆 放頭一隻 兩隻馬在前面 時間是快的 最後回來慢一點點 看見到他回到來 這隻是 幸運天賜 來地 起碼懂得上名的馬 所以這組集 可以靠得住 線路過鳴 其實是不多 但頭幾名是不差的 特別是看一下吉隆 吉隆在外面是金谷齐鸣 今次的跑法会反转 因为金谷齐鸣在一档 这里要放少少姜绳去走 吉隆在这里定住 吉隆是定住的 然后到最终 他放下去了 金谷齐鸣好像比较熟 两匹马都是 有基本水准 两匹马都是 看上去好像是吉隆 但我感觉上 给他一些指示之后 金谷齐鸣很肯走 这件衣服通常是斗志鸣 金谷齐鸣 所以我因为排档关系 吉隆在12档 我怕他不能够去 因为多块马 我放在第三档 快钱 快钱 如果可以的话潘顿跑 刚刚输给云南部 很远的 当然他很轻松 但很慢时间 1分12秒90 之前他试货 一般 我认为他初起 刚刚可能10万币 帮到手 我认为这件衣服 在下线是 elusive quality 所以我就猜 可能泥地很厉害 我认为泥地很厉害 我认为泥地很厉害 就是这样 所以这些马 最多大彩前 最多 ok 等下 好了 上铺精选 呂健威马房 金生 当然是 赴年 薛顺强的 是 他的马 但回来很一样 刚刚的货集 我觉得在重化的货集 虽然他输给自然辉煌 但我觉得他可以再好些 初起阶段的马 好像未够 就是这样 试一货集 好像未够 十三代冬难跑 金谷製明 刚才看了 而且我已经说了很久 我自己都买了 迪华茨 还有两岁 在纽西兰 我都说过 我很喜欢这个种 我觉得很适合香港 血统简评 迪华茨 迪华茨 所以可以期待草地 也没问题 而且越跑越长 这只马 刚刚的货集 使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排一档 怎样都比吉隆 但两只马 感觉上 可以串位置 但应该会热的 九亥马 但是胜利神区 我觉得上场採线 有人说 选择他 我会看到什么 我觉得他的重化杂 不一样 最近也试多货集 试多货集 试多货集 没精算 但骑下去 骑得更重要 我不喜欢骑得更重要 做重化杂 所以我选不到 十华马 这只转飞龙 50分 减了2分 但这只马 长期肯跑 可以随时入位 但不会赢 今年跑了一场 跑过第五名 有点退化 最近骑士火集 跑了个 后小小的名次 骑下去 勉强地骑下去 骑下去 但狀態肯定不是最好的时候 只不过有些班底 我放回到第五 和闪电盒一样 如果肯跑的时候 很好表现 但随时不肯跑 是变线马 首行马 沙昌金刚 前一场 上季已经有走势了 上一场 我说要留意 23倍 追到第四名 但是前面那些 帝王寶寶 有班底 电子兄弟 前置很赚 所以这些明显超班 他赢后面那些 很合理 但这只马 有余未尽 很明显 还有空间 所以 留住少少来跑 今次追下去 分分钟有第四名 第三名 不敢说了 再说下去 闯一 转了马房 但未见喜色 用苏绍辉 大外当 不敢说 会怎么跑 放头又不行 留着跑又不行 看见他 神货 之前那些事集 不太肯走 他都不行 我想要给点时间 13号马腾飞塔 以前是优后特佳的马 一向都是 但是优后那场 都不行 所以 暂时选不了他 今年的状态 不是最好的时候 上场跑完之后 试了一货集 看见他 开边都不走 所以小心点 今年的马 已经到了11月 很多马都操不起 不知为什么 14号马 阳光串旗 Giamond New Giamond New 这两年 特别是冒起得很快的 骑士 很准确的 博马 当然不是最顶级的骑士 但他站在大赛 OK 但他有斗志很鲜明 但见到这些货集 试集 都不一样 好像部署已经减分落斑 好了 这场马 吉隆 和金谷齐鸣 一定要选 但我在中间 我放了一只团结必胜 明显是被蔡明小 去摸一下 而且状态已经离开了 我不排除他放出来 赢了你 始终他在四班式赢马 赢了两场 但两只新马 吉隆 和金谷齐鸣 都有权争 脚方面 那些闪剑合 转飞龙 有权随时进来 但只是拖脚 稳定一点 而且沙场金刚 都是边线马 好像是258 搞定 第四场 泥地 1650米 如果按着近迹来看 很明显 跑这个路程很棒的 一落斑 会动手 双天至尊 很快捕捉 这场马 还有一个进往升 但要看一样 双天至尊 今年未出彩 上年初出 跑了很后名次 最恐怖的是 最近有一货集 只是拉停了 接着是散 但再之前有一货集 这货集 就是拉停 不知道什么事 所以我硬 我没有要到他 因为我看到他近方 真的好像不太好 但看到他 他在这组组组 是恶到云 如果他起一顺 跑得好 适合跑的时候 他是赢了你的 你追不到他 但最近的试掌方法 都不肯走 所以我选不到他 二号马这种 红粉彩影 状态不好 RG Panko 跑泥地 应该没问题 但这个路程 虽然对 但好像状态 躁不起 减3分 三号马 晋王胜 究竟想怎样 状态很好 但死跑了650米 真的不知道他想什么 上次 跑了650米 回来都没有 明显不是这个路程马 所以真的不知道他搞什么 真的不明白他搞什么 先看看 泥地1650米 跑什么场地1650米 都选不到他 四号马 原原动力 减10磅会惹点飞 但这种马状态 又是操不起 转马房之后 我打算下班才操 但现在明显不停 減分 跑不回 日就月章 潘顿 会惹点飞 健康马 明显状态不够 但会追到第四 第五名 投注大彩池的 拖回票 他来第一个很厉害的马 他来第一个比草地 但赢完马之后 只差下位置 不是2200米马 而是1600米马 但试杂不肯走 没有以前那么好 我觉得他已经没了那种勢 我有点点觉得他是 好像没有局做兴趣 但这些马 只限于投注上拖了票 反而这个六号马 大道智 斗智鲜明 粗起了 跑得正确 但好像不适合苏兆飞 跑 上次苏兆飞 很后期 有了一次经验 但排了一档 今次跟前少少 守着三四位 他很好跑 这只马 不需要留到很厚 守着前置少少都可以 这一场马 他可以赚 七龙马 大红心 Holy Roman Emperor 下先是Petitaphilo 麗地一定没问题 上次赢过两场 但很明显 马房都不知何时 他会肯跑 跑过一路 上次跑两次 也是不行的 前次跑两次 也是不行的 这个路程有少少少怀疑 但我明明记得 他曾经试验集 很好走势 等等 看看以前 这幅是输给主席高长 这幅都不肯走 但我记得他在很久之前 曾经试验集 说这马马来了 我敢说 重化草地 为什么我记得 有一两货集 有一两货集 是很好走势的 但anyway 他状态是不够的 但他有气量 这货集的包尾 为什么会这样 我明明是大红心 anyway 你当我记错了 他的形状 但我对于他有气量 所以双天至尊和晋王星扯快了 他是有权追的 但追的都是追四重彩脚的 我不敢放回第五选 怪兽豪盒 朋友三档 这只是show casing 跑来地会没问题 下试 myself a build 也没问题 但上场也在输很远 这只跑四次未得过的马 两个星期前跑完 暂时未得过 9号马这只Dark Angel 风声多彩 记住Dark Angel 通常都是1400米 但是他有把Invincible Spirit 即是说跑来地应该可以 不过来到香港之后 跑了七场 66分 45分 继续减一下 但这只马 十号马六灯 前一场我都多少倍 19倍我都照比 这只马明显进步了 是很明显的 上一场跟前跑 有点是偏快的捕捉之后 他虚了 所以被后追马追过了 我去马剑和皮革之星 但是他虚了来跑 他这次排了一个十二档 换了人 留着来跑可能更加好 但是都是位置马 不要做胆 这些马 十一号马 爱马剑 不能不拖 但只是限于拖脚 好飘忽的这只马 随时可以上名 但是马房似乎 像是蘇小辉那只 那只赢面高一点 当然这只马也会薄的 但是我就放在第四算 我认为近方好一点 但是九岁老马 只限于作配 十二号马 幸运天池 刚才提到的 这只马来地非常棒 他跑第三名 我又比 我也说这只马OK 但是跑完第三名之后 我发现了 这只马 本身是一只 40分左右的马 不棒的 第二 他好像是一只千二马 千六不到 看血统 Soul Star下面有 Shamadao 他有胖赢到千七 但是感觉上是一只短途马 他在当地 Garry Moore和John Moore 试了六次 才敢拿过来 才能够出 小心点 这只马本身就不太棒了 十三号马 鸿海复星 又是泥地很棒的马 但是又好像是一只千二马 不到的 千六 看完血统 他妈妈的童母马 那些 纸子都是到千五 我觉得他不到 然后就是幸运圈区 他排二档 但是他就是一只 一上到四班 不够跑的马 在五班便可以 减少两分 然后跑回泥地 状态不算很特别好 赢马那场 就是赚了前置篇 以及减绑 四班 难点 这场马 步骤已经快 但是大道志正 始终有斑 道志很鲜明 我觉得可以做马胆 脚方面 幸运天使 我只是拼他 纯粹拼他 如果他是泥地 那么厉害 他会不会有可能 可以捱到一只 是拼他 很大只的马 很厉害的马 我觉得是千四 但是千六 我觉得是要拼 但是我估计他会有赔率 所以放在第二选 我是拼的 脚方面很多 绿灯 是有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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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赔率 但是我认为他比较好 因为他近方好过日奏月章 红奋彩影 雙天自尊 圆圆动力 但是其他马都真的 没有什么能力 即是你说 幸运性区 虽然状态OK 但是没有平分优势 第五场 三班一千位 这场马 HK Plus 也有马出的 我估计是大热门 有堆卖是未得的 也没有平分优势 所以 应该很简单说完 一号马 这个精彩用事 是怕陈家熙 但是你看看他上场 都可以在前面放回来 跑到第二名 输给巴斗哥 龙藤飞长 今次都应该不够 龙藤飞长 但是有权欠位置 排了一个五档 同志龙藤飞长 两个马都应该很难很难赢 这个评分 两个都是减绑骑士 但是两个马 我一齐说完 龙藤飞长 很贵 拖脚 二个马超音鼠 一定要选择 初出 初出没问题 第二 他最近几集 从前面走回来 很轻松 我觉得他的马是进步了 而且走势很好 我觉得这马可以差三重彩 四重彩脚 但是未必近方可以赢到 精彩重视和龙藤飞长 两个马跑一次 不是特界的 六个马八卦 不行吧 上季赢完马之后 立即输上千四 就转了马房 但是感觉上 首先近方不太好 第二 就是69分浪 草地 跑一千位速浪 四个马 万众力得 跑泥地就信 但是上场跑泥地 一无是处 平分没了优势 这只五岁马 现在减分减到69分 我想还要先减一下 它泥地和菊草起家 但是现在跑田祖 低一点点了 近方不太好 万众力得 说完了 龙藤飞长也说了 进城堡区 这只马就叫做 Osemanis 我都说过给大家 这只马一点都不太好 它想碎我 我买了 他说不要还 我只说你不要还 三版都不行 这些马 就是这样 说完了 回来 急剧堕退 未够 减分落班 69分还要减下 66分还要减下 七浪马智敬区 Slar Spangled Banner 这只马来的 曾经试集试得不差 Jazz Club Roger Varian Roger Varian和我 很朋友 他没有给过这只马 所以我也知道 应该不太好 近两场回来都没得 力量未够 要给他一些时间 而心星刚刚赢了马 但那个时间不出色 我觉得上一场不太好 但马防有马配合而来 明显地 刚刚他赢了一些超能总是 进武力一丁 我不觉得很特别 但我觉得他好像赚了 前面扯得很快 然后拉斯特他一只马救气 就是这样 20秒300 我放得太快了 所以其他马都散了 一只千二马 赢完马之后 上来三班 亦都难些 9个马艾利奥 如果可以的话 应该不会到轮仔跑 在外地跑了9场 3win 3win 3匹 很准的 但应该是中距离马 而且是低水准赛事 不明显家会买这一只 但怎样也好 我等他跑来地 还跑千六 千四千六草地 我想暂时还没得住 看市集都不肯走 最后输给平台宽星 回来 一般的 输四个几马位 我想要迟些 然后偏偏君子 坏了 我都攻击他几次 这只马跟魅力武区一样 明显跑不回 十一号马 闪电列马 六班会好些 优厚特佳 跑了千米直路 是OK 但近方完全不行 六岁老马 六岁老马 竟然是慢放回 好了些 人质有型 就是好了些 但对着三班对手 不够跑 再说其他马 十三号马 家应精神 赢了马之后 转一转马 马上马就爆樽 赢了马之后 好似快地 然后回来 是慢时间 他慢时间 输给李智我胜 回来 不算帅 但是要再进步 才行 只不过在近方 不差 我认为可以拖回四阳彩的脚 威马先生 初出那场 跑了第三名 挺吸引人的 所以连续两场 也有拖回脚 结果快也不快 好像没有速度 在外国跑到1200 但在SUNCHINE COAST GOLD COAST 我认为不太好 下班才算 结果 跑完第一场 我认为下班才算 好了 百发百中 我有几样东西要说 买回来的时候 我最主要是 他 为何还没有血统简评呢 Air Force Blue 在香港没有 只有我不介意 买新种 在Air Force Blue 贏了4个马位 很差 但贏了4个马位 很出色 他之前负责 是输给天下有才 天下有才 其实那只马应该有用的 而这只马 有一次是激怒人的 就是炮谷草的负责 潘顿和他试 很厚 回来 回来 不知道什么事 所以要重新再做过 本身可以出的 但潘顿和他摸 摸到实 幕后有什么马主 我不说 雖然加州得力 昨晚输了 但是很随便 跑到第5-第6 这只马 时间不快 但是很轻松 这只马 总是新的 潘顿和他摸到实 12档 这次他不会最快的 他会留着一些 来跑 会看到有多少尿 不值得大热门 但是 对手没有一颗色 在三番赢 所以我选择了 好了 说完之后 精彩用事 超音鼠和龙藤飞翔 三只马 好像方线好少少 而都是难赢 所以放在二三四旋 佳營精神夹玩 就选回第五旋 想想想 再边线一些 闪电烈马 二三星 所以我想想想 都是选回百发百中 潘顿和他摸到实 希望可以一出就赢 这只马 我觉得他三班完全没问题 希望他一出就赢 好了 来到第六场 这个是四班千四米 报处方面 我只见到牛油之星 也是会在前面走去赚 上次那只 领寒全棋 走光 但其实之前 市货集团都说 不同了 去年我也在选择 这场马 感觉上好像很简单 一号马 这只 升级界线 要很猴追 重磅 你只是投注四龙彩 要预回一票 评分上真的要再进步才能突破 现在这个分尴尬 三三四四 二个马 狗狗为公 用蔡明少 看看之前那只蔡明少 赢得如何 赢马一场OK 但赢完马之后 走光了 首先马房 永远不会令人失望 大家都预讨他 跑得如何 但现在的评分 53分 要进步些 未必是一个很棒的马 我觉得他和升级界比较 是更加好的 三号马勤得威力 登丢的儿子 这只马上场初出 跑到第八名 回到来不是很多 最近的试分货集 都没有走势 因为泥地的关系 这件事草利集 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还未够 要给他一些时间 四号马 六顶忌 还有潘顿 潘顿 Pied的马 是斗志先鸣 刚刚那场 他蜀蜀的慢步速 追下去 也有势 回到来 前面赢的一队 都是赚了前置的偏差 赚了部速 好像快地利 他是亏的 当然 看一看 如果这只 领航转棋不是塞的 他可能会赢了你 你看 阿西 这两只都跑得很好 如势非常强 六顶忌 不能不选 但始终他是健康出过问题的马 用潘顿 也是热门 我宁愿不找他做马胆 只是这么简单 但这只马 他追下去 他肯走的时候 不是人敢找 我觉得他有很多分 一直都觉得他 但唯一一样 就是没有连贯表现 一定会热 我肯定玩了 第五选 我码桃花多 斗志好鲜明 原因我不说 因为我知道 他们有些特别安排 不方便说 之前赢马 跟着那位跑 有好时间 刚刚那场赚了慢步速 分率来 就捱回来 当然他输给那只马 是很棒的 但他赢了那场 他赢了前全晚的 不算很特别 但这组度 他有足够的位置 但本身足够的位置 也没用 因为排十三档 削弱了机会 放回第四选 老口马 屎必非非 上场有选 我就说 这只马状态挺好的 而且初出跑千四米 他有欠握位置 结果真的欠握位置 当然他输给石日 我也说是位置马 跑完线路神华 也不太好 输给魅力之外 也不是很特别 但我记得 当时有个评语 他评读 会评证 而且 understanding 输给万利菲治 这会很轻松 圆都能看出 Ax铂阳来的 最近还评车 advice Bear will horm 再看上場 只是輕輸腳頭,這場馬仍可欠位置 七號馬獵未拍獵飛,他經常夜飛,因為神貨有少少走勢 所以屍體肯追,應該先看上一場 特別看一看,上一場是完全迫近不到前面四隻馬 這隻善露神華,事必飛飛,好像開始近了 但你看魚世,這隻善露神華頂到尾 他完全沒有迫近到尾,有少少走勢 但我覺得他仍然未夠,偏生少少 給他多一點時間,跪尾可能會好些 當然,阿輝哥很喜歡用新騎士,鬥志才明 但這些馬,跟士必飛飛,新景界那些 都是邊線馬,拖腳穩陣一點 奧遊之星,唯一擔心什麼? 排十二檔,周俊樂會不會外遊慢慢跑 會不會全程外碟和你手續二三位 不放,這隻馬要放頭 上次輸給這隻紅衣襯,但他在全程三碟 可以迎接你回到頂尾 狀態是很好的,這隻馬,快步速三碟位置 全部虧了 但我唯一擔心這件事,就是這個小象 很喜歡在外檔,他不放 但這場馬真的沒有快馬 所以我希望他能夠正正經經在前面走 自己放吧,麻煩你 九號馬,創新描繩,用嘉莉 我不喜歡,上年初出的時候 我有倒到,這隻馬有些能力 但今年看見這隻馬狀態一般 騎下去不算很肯走 但上場也照拖 最近試回貨閘,有少少走勢 但好像還未夠,這隻馬不夠跑 十號馬,尊一,我現在覺得他跑千四 是嚴短的上場,82個馬位就輸 但神科,其實他很肯走 很肯走 我就是這樣想 神科肯走,試襲肯走 但真跑不行的位置,但要騎 所以寧願他先弄馬分 剛剛大敗也太厲害了 十號馬馬上旺,排了一個八檔 但我之前說過這隻馬越來越好 但有少少擔心會不會是泥地特別厲害 濕地特別厲害 千四米有少少嚴長 上場肯追少少 但不算很特別,他經常都會追少少 經常性,但輸得很軟 我想要遲些,再減下分 下班會好些 超級黃鋒,我之前也說過,他的位置不厲害 縮下來 今場買十排十四檔 用巴道在前面走去輸 留著你跑去追不到 十三馬馬,合夥更厲害 下班會好些 不過,領航傳奇,之前試泥州都說 改變了跑法,試得很好 上一場左穿右插上來 應該六、七倍 所以要找他走頭 這場馬,我仍然拚奧游智星肯 對前面走,他在前面走是有Q 但不會贏到 士必飛飛是Feed 所以上次跑第三名 我覺得他比桃花多還沒開氣 六頂記是後追不及 所以桃花多、士必飛飛、奧游智星這三隻馬 都是一定要選的馬 但贏得的馬,應該有少少分頭 我估計有六、七倍 好了,第七場 一班千勝六星杯 如果包裝自威牌 這場機會很好 又輕,又中榜 步速方面,看來是會正常 未必說很快 因為健康愉快 應該自己按著來放 先看看他 剛剛他跑第二名 初出那場的狀態是初起的 但現在是重榜 上場是受讓四榜 加上千球換敵姿態 而他都看著高大威猛 和韋小波來吃 當然韋小波是二班馬 一班都不懂得贏 最多都是跑位置的馬 但他的組裁是惡的 而且他的馬是健康的 沒有補充情況之下 他賺光了 二號馬超好日子 先留下100分 近方一般 我覺得這隻馬不是上櫃 只是上櫃用得太多 三號馬 中華聖經一定跟你組合 但評分又沒有優勢 只不過是馬是健康 用霍宏星的話 他一定追得厲害 100分 尷尬一點 是一隻位置馬 特別是這隻馬 他和你鬥飽一段 可能會OK 但這次沒有快馬 情況之下 未必會賺得很厲害 四號馬街運彩 仍然覺得這隻馬是有能力的 他覺得這隻馬還有分 在手上 把三號場抹掉 前一場他也算是贏得輕鬆 贏落滿冠 勝得威風 其實不是二班馬 但其實這組馬 很多都是二班馬 上場看著你們的顏色 最近在試試貨閘 我覺得他又是進步了 越來越fit 輸給加州星球 但很輕鬆 所以我覺得他有權爭 五號馬 風火箭要再進步一點才行 但跑這個路程是特別厲害的 唯一一樣東西 他初出跑千四五會不會嚴長 但其實我覺得跑千四千六 特別跑千六可能更對 上個在89分贏越馬之下 最多是跑位置 今年試襲很肯走 輸給加州星球這貨閘 其實他也是輕鬆上來 跟街運彩 我覺得他都試襲試得挺舊 但計馬就好像沒有中華盛景 和街運彩那麼好 放回第五選 六號馬的銀池剩壞了 七號馬知道必勝 看看會不會搞事在前面走 但評分上是沒有什麼優勢的 北極光上場不夠狀態 都可以這樣跑 100磅潘頓都肯和你跑 上場放頭 然後車前到後 回到輸給包張子 他車前到後之後 在這裏明顯沒有了 結果他追到上來 所以他的跑法 其實他是賺了內蘭 但他虧了跑法 放頭 然後再縮著 然後再追上來 始終是這隻馬 我覺得還沒見底 龍華盆頓也是鬥志最好 我覺得他比線路之星還直 線路之星 雖然減了10磅 105磅是輕飄飄 但看到他剛剛放回來 好像快地放回來 那隻馬 只有他的馬放 他贏了最眼光 快博那些三班馬 三班上一班 難了 雖然受讓30磅 但我有少少擔心 他的30磅都未必能幫到手 當然啦 健康愉快 不是超級穩膽 不如這樣說 你可以做馬膽 最碎是 腳方面 中華盛景 佳運財 風火戰區 和北極光 明顯沒有什麼特別的評分優勢 你可以寄望佳運財還有評分優勢 但如果找到馬膽 可以一拖三腳 倒一條T 我在這一刻 我仍然偏向健康愉快 看看到時候庫存有沒有收影 第八場 Panasonic Mini Ice 冷藏桂樣賽 這場馬的捕捉會快 幸運全球 怪獸奇兵 這些馬都會快 因為馬智慧神區 我講了幾次 他來地是厲害的 但1650真的不太到 他上次1200就到了 他很典型的1400、1600馬 1800不到的 很肯定 他有能力有斑 狀態跑起了 所以上場就沒有跑到 上場什麼事退出 我忘記了 上場什麼事退出 腹搞痛 看看復貨怎樣 12、26之後沒有跑 正常的 試了貨集的 很輕鬆 沒有東西看 但這隻馬狀態已經跑起了 拖腳 我對於他這個路程有點懷疑 但能力上是高的 二號馬極速飛彈 這隻是Codiak的兒子 上場跑來地 回到來就輸得很遠 比一天盈藍和閃聖寶 我都說他能夠跑完 閃電純粹 因為那隻馬不夠氣 說了很多次 不知道為什麼 傻佬還是不聽 覺得他是厲害的 但他平均沒有優勢之外 是1200、1400馬 運帥子沒有斑 所以他上場追下去 都蠻驚訝的 因為那場馬力的步速都是正常 但沒想到他真的追得到 泥地位是OK的 狀態是OK的 但磅很嚴重 所以我沒有放在貼士上 不過這隻馬我覺得 你們四重彩要拖 三號馬滿冠紅 跑這個路程以前很厲害 跑三班 賀然有馬配合而來 上季跑這個路程 是73分 都能夠上名 那時候輸少少 要看一下 上季初出 跑千營都能夠上名 而今年這隻馬 是最近的試貨集 輸給精英這貨集 雖然是慢時間 但他很輕鬆 而且預勢很好 我很記得這貨集 之後就收買 就完全不用試給你看 再之前9月22日試貨集 輕輕鬆鬆 騎下去都肯走 但跟到前線 最主要是跟到前線 這隻馬是滿紅的 所以排12當 這隻馬 他有權跟著 因為快馬只有幾隻馬 他是有權跟著去賣 如果這隻馬前速夠快 就算不前速也好 這隻馬 扭著跑可能都可以 因為這組馬 摸一隻馬 特別強的馬 而我猜是有倍率的 所以這隻馬要留意 路馬超級六周 這場就難了 上場2200米 均速回來都不太好 今年的勢 沒有去年那麼好 去年是明顯見到好 今年明顯不是那麼好的 所以我想要給點時間 再減一下分 五個馬安喻 這隻是Churchill仔 Churchill是拜什麼 Churchill就是拜 Galileo的勵地 完全沒有問題 但上年贏完馬之後 今年就近而沒有什麼威脅 看看那些雜 我記得他之前 貴初市集 和蘇比維港智能的一個 很輕鬆的 我覺得 我雖然不要放在貼士上 但是他跟極速飛大一樣 都是要拖的 兩隻馬都應該會偏遠 應該是八倍左右的馬 但是只是配腳 因為這組馬 我覺得好像前置馬 特別惡 例如那隻幸運傳奇 減了10磅 用了中逸禮 上次就是這樣 快時間回來 最後幾個馬 還沒捱不住 輸給那隻斑頂馬 這次如果是 你前置編炒 他又可以捱到位置 但位置馬 平分沒有優勢 反而7號馬 《怪獸奇兵》我上次特別說 這隻馬 臨場我變一變 這隻馬 是有權偷雞的馬 我都說是11號 我記得上次有個 院友 我特別說 這隻馬是前置的 和跑來地一定厲害的 狀態很久了 上一場用蔡明少 跟著好位回來 他明顯不夠 那隻馬 這次文家良馬分 他裡面的馬都不夠快 除了幸運傳奇之外 只要他起步之後 跟前一點跑 這隻馬 贏得了 飽紅馬 華卓停了 死路成1800馬 平分沒有優勢 65分 下班 3班好像比較難 雖然在10萬 失快例 都跑得好 但剛才是1800 還有1650 贏這場我特別說 因為那場馬 預計快步速 當前馬跑是OK的 但之後是不行的 近方不算很好 也是要減分的 這些馬 中城區 Wall Command 這些馬跑 來地會沒有問題 新明之星 下線是King's Best 但今年跑草地 一般 評分上 好像下四班 好一點點 你看一下近方 一般 雖然他能夠前置 但今年前速都沒有了 所以我想又要減分 10號馬勇趣 Dandyman的兒子 對於這個種 跑這個路程 我有少少懷疑 我一直都覺得 是一些短途 1200-1400 類型 在外地就跑到1600 但表列賽 2歲的時候 跑得好 之後跑到1400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比較難 跑這個路程 看看他之後會不會進步 但65分 很尷尬 下班 跑菊草可能更好 發財備急 Slate Power 很小 在外地的形狀 跟千千君子差不多 不是很厲害 跑到1400 尺寒 血統方面 1200 1400 1600 下班 Aclamation 一定是跑來地很厲害的馬 但他的能力上 有多高 狀態是一般 認真考驗 才能站下去 才能頂住 晴王 輸給威力欣賞 難一點 12號碼 皮具之聲 上年去贏 第一場 前季 跑來地第一場 都已經說了 這隻馬 很厲害 說得明白了 這隻馬完全進步 彎位踩 也行 忍著和你爆 也行 你當是盈籃 這隻馬應該比盈籃 這隻是PPG 盈籃是見底的 這隻馬61分 有權搶 QT 好了 剛才說了 幸運傳奇 示威神驅 皮具之聲 極速飛彈 安餘 幸運 這些全部都是邊線馬 但我覺得比較好跑 就是怪獸騎兵 第一 然後有隻狀態明顯是離了 而且是有附力的 滿冠紅 放在第二選 腳很多 但這刻我會 雖然有冒險冬 這隻怪獸騎兵 但是 你看 蔡明少不跑 白環星不跑 蔡明少騎什麼 蔡明少 其實是中城區低一點 霍黃星是否停賽 所以 換成是無限冬 是唯一擔心這件事 但他肯定有賠率 不如 賭WINP 第九場 三班千二位 剛才我頭痛了很久 因為減不到馬膽 所以我打算找一隻冷本走投 本身是暴力如蜂 再看一次 這場馬就算了 快報速 起碼有隻美力寶區 田傑精神 孟巴黎 這些全部都快 所以守著二三位 都很好跑 因為馬要用創券 排隊先 千二米 就未好過 曾經上季 在谷草 跑得好一點 所以 應該這麼說 去一千米 好像比千二米好 以前 跑一跑一跑 就去千二米 但是去到三班贏完馬 之後 穿馬就沉沉的 在谷草 很中心很肯走 但是跑田了 就低一點 難一點 很小的馬來的 1033磅已經算重了 這次背135磅 難了 二號馬 魏力寶區 我已經連續兩場跟大家說 他狀態不夠 說得很清楚 狀態不夠 是明顯地不夠 來輸的 而最近的思波集 他是輸給運高八斗 你看他 現在在三條位置 運高八斗在前面 在裡面 就是美麗奔馳 你看他 回到來 雖然好像很輕鬆 但是 一個小時 馬上停 運高八斗 不是那麼好 其實 可以再好一點 但我選到沒那麼好選 才敢選他 這裡 雖然好像按住 但是 其實是馬自己停 你看他 認真考驗 這隻 但是 反正是自己停 立刻停 已經是連續三貨集 已經看到這個問題 所以 與其又是大熱門 我寧願不要他 三號馬團結精神 這個評分 以前來說是很有好處 跑三班是很兇的馬來的 但是 轉了馬房之後 現在71分 感覺不到他有任何轉變 看不到有好轉 覺得他整個市集 都不太好走 他不太好 沒有了那種銳細 我還是選不到他 如果他放出來 他可以捱到拍手掌 但感覺上 不是以前最好的時候 運高八斗 剛剛也說過 上場跑下去 我也特別說了 他贏了兩場 其實不厲害 真的不厲害 贏了兩場 剛剛那貨集 也是 要騎 不過 選到沒什麼好選擇 我覺得他這次的陸檔 有少少賠償 加了一個配備 看看剛剛那個貨集 有沒有配備 但是我覺得他不是贏的馬 也不是重心的馬 剛剛那個貨集 沒有任何配備 這次加了一個配備 會不會幫到手 不排除 就是這個原因 孟巴黎 上季贏馬 那一場很厲害 贏了馬 之後 完全無以為計 近兩場 都麻煩 看到他快 又 快 不夠快 回來又散了 一隻很難發揮的馬 我都跟廉馬斯聊過 他都說 一隻馬 很難發揮的馬 所以 68分 好像浪浪的 減到65分 如果被他十三桶 放了出來 捱到他爬手掌 這些馬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肯跑 而且 狀態OK的試集 但是 真跑的時候 上場就失色了一點 路馬中桿二彈 都排了十一桶 看到他 加里和他跑 試集試得很好 真考 沒有表現 試集試得非常之好 贏這貨集 試得很好 但是 是這麼多 總之 不知道什麼時候肯跑 跟剛才孟巴黎一樣 都是邊線 而已 以戰得勝 一檔 會賺一點點 因為他不用留得這麼厚 但是近方上 好像一般 一隻很難贏的馬 不知道什麼時候肯 爆那段 但一爆到那段 三分隨時能夠上名 但是很飄忽 很失準的馬 攻頂 經常都說要跑長一點 但是 他仍然是千然位 但是賀然有馬 配合而來 初出那場不厲害 慢時間 再出也是不厲害 一隻未知有多少 但是暫時來說 我還是覺得是一隻死路程 一千馬 轉路程 一般的 我對他的看法 九個馬大財 上季贏馬的時候 我都說贏定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十二倍 沒有分的 我之前走光了 但是呢 剛剛那場 我就不喜歡 因為他是 奇極 都過不了一隻符容莊 符容莊是可以贏的 贏到這樣 因為這個原因 沒有放在第一次選 但是幾隻馬 他都說 五個後 和巴道都好朋友 鬥志會很鮮明 所以 放回到第三選 我已經覺得 很盡 不可以再放在前些 選擇方面 之後 狗狗為王 沒有馬好選擇 之後 選擇 放在第四選 原因很簡單 看看他的走勢 就會知道 長牌的什麼 狗狗狗 這隻 再看看 到這裏 看到人家 人家已經是 頭側側的 這隻龍騰飛翔 你看著他 為什麼會被龍騰飛翔 很神奇的 這裏跟著人 OK 現在有一點閃 但他先等人家先走了 他先等這隻龍騰飛翔 他只是假裝拍 看不懂 不知道他想怎樣 然後明明是養個位給人 看不懂 完全是養個位給人 然後呢 反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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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才開始看空撻著 走勢不錯 正在說不錯 這些方向來夠不夠勇 不排除 在這組裡已經夠爭障位置 但是 是一些邊線馬 不是重心腳來的 對手不強 所以 一個小時之間 沒有跑過 所以 這次排了一個九檔 用氣威心 也是換到賠率 所以我覺得可以爭一下 這麼有趣 這個 318元 這個 這麼有趣 好了 暴力魚鋒 十四檔 十四檔 這東西很麻煩 外地的方 不算很好 不太突出 排六指 兩邊兩邊 在CAMBERLA 在1-2 很低水準的一班賽 也有眼罩 這次 還沒有加眼罩 當然 他試爪的速度不錯 剛剛輸給黃雜 他再之前也是輸 回到來不是輸很遠的 能夠跟前跑的馬 只是這東西可以搏一下 他跟前跑會不會好一點 因為這場馬 他跟著 毛巴黎在前面走 不排除 他會偷到 雞排 四重彩腳 這場馬很差 十二馬 瓜州威勝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人選 因為他贏的那場是慢時間 玩得很重要 去年跑草率也是慢時間 一隻不厲害的馬 千二米嚴短 上一班之後連續兩場 我都看死他 結果 前速都沒有了 這次也有快馬 他要進步一點才行 用中役禮 應該減10磅 難一點 十三馬 八路高超 始終我講了很多次 是肯定超班 肯定肯定超班 上場已經虧了 已經虧了 虧了 都可以 迫近的競賽 跑完美麗少星 跑過馬 一隻綠色有料 跑完綠色有料 已經很強 你看 他的勢 有權贏了 他贏了綠色有料 贏了綠色有料 贏了維港智能 不是開玩笑的 這隻馬 當然 他是一隻被動的馬 用蘇兆輝的鬥志很鮮明 但是被動 千二米嚴短 不可以做膽 剪斗英雄下班 已經夠分下班 應該是下班 才薄一些 一千千二的 甚至一千四 但是 這場馬 說了這麼久 大財 狗狗為王 暴力如風 滑路高超 後追驚 魅力武拳 還未夠 雲高八斗 我剛才說了 他的瑕疵 唯一就是轉了配備 我沒有太大信心 因為這場馬 攻頂 大財 以戰得勝 蒙巴黎 中桿二等 都明顯沒有什麼平分優勢 但是隨時跑到進來的馬 要補一隻冷本 就暴力如風 但是呢 又是怕 周同學排十四檔 好了 尾場賽事 三班千四米 步速會正常 未必說很快 未力之餘 應該不會很快 因為我買了一隻之竹常樂 叫做Sword Porn 我是傾過這隻馬 想買這隻馬 但是當時被人家兩套截劫了 那個原因我不多說了 但是呢 最後一場他輸給 character character應該也不差 但輸給Rigal Lion Rigal Lion是濕地特階 他暫時是遠地特別厲害的馬 我覺得三班有馬贏 而且來到香港之後 進度非常之好 非常非常之好 這場貨集輸給金翔六十 試得很好 但是呢 我有點擔心他 首先 他不是短筒馬力 他是1600打上馬力 打給目標的 但是呢 狀態是初起階段 嚴短 這隻不是美麗宇宙 要一點時間 初起階段 二號碼 美麗奔馳 我本來打算選擇他 但是他初出跑1400米 我有點不明白 第一 等一下 按錯鍵 我是想看一看 Carvery Charge 是短筒馬力 初出跑1400米輸 然後贏了1200米 他氣量方面 1400米 應該是依加OK的 試襲呢 對在前面走 我不喜歡這件事 不喜歡對在前面走 他留著一點點 跑好一點 當然啦 他不用留得很厚的那隻馬 剛剛就贏了那隻雲高八斗 但他和雲高八斗回來 但我覺得不太特別 很厲害 我剛才說 那個形狀 我有點擔心 所以 明知 日馬房 看到他已經進步了 但是 我初出跑1400米輸入 信心大一點 這場馬 應該有個正常報酬 但是 我有點擔心 他跟前回來 不多 三號碼試跑得 贏完馬 之後 贏完馬 那場也說不太厲害 所以再出跑1400米輸入 上年 跑1400米輸入 但不太突出 現在74分 可以欠下四重彩腳 但只是四重彩腳 但排檔是壞 人弱 反而 這隻奧遊氣泡 明顯 大幅進步 上年也說過 這隻馬 應該很有用 上年 一上班 一增程 就輕鬆 贏馬爾代夫 在前面走 時間不算特別快 但只有他一隻馬 在前面捱到回來 其他那些全部後追 而今年 看見他試襲 是很肯走 明顯地大幅進步的馬 今次我估計他會自己放 我估計他不會留著你跑 我估計他應該跟著 至少有二三位 十四檔不害怕 我不覺得他會受到影響 贏 贏是難一點的 但我估計他有些賠率 補足不會很快 但他可以自己領放 五號馬 逆史其巴 千二比千世 第一 第二 十二檔 而且失下二分 沒有平均優勢 但沒有平均優勢 當他天行健 追不及 六號馬 拍馬難追 這隻馬我沒有放到貼紙上 但跟剛才那隻 叫做 知足常洛 對 試拍得 知足常洛 要拖腳 這隻馬 這隻馬是fit 上場跑第五名 回到來有些進退失據 少少 回到來南娟 是有少少小 評分始終不知道 有沒有評分優勢 但邊線馬 邊線四重彩腳 既然不適應 那組表列賽的兩歲馬 全部都未適應 轉配備都未得住 鮑馬 美麗滿滿 試襲試得好也沒用 可況試襲試得不好 這隻馬很古怪 好像跑不回來 我想給他一點時間 九號馬 天天得樂 始終是春風得以的Halfbrother 贏了三班 快時間 帥仔時間 贏了一些 添落爾 每個人都說 添落爾之後贏了 但我也有解釋 他贏了那場 是因為 漫步速在內蘭 賺光 他贏了 他在前面賺 回到來 也不是很有勢 贏完馬之後 我怕沒有評分優勢 今次減2磅 給他 派一個二檔 我想會惹非 我想每個平馬人都說 上場贏添落爾好像很厲害 但我看死他 我覺得這隻馬的評分優勢 他贏了三班 各上場馬贏了 越晉歡欣 高柏辛的馬 我選這隻 我本身想找一個行頭 他在這裏 跑過第二 有贏馬 67分 這隻馬 你跑過吧 但剛剛和尹高八斗這貨閘 很輕鬆 我看到他 特別看到他偷到計 再之前輸給靈航宇宙那貨閘 或者輸給木布那貨閘 雖然時間不算很快 但他有走勢 這隻馬 未必炸得那麼厲害 這隻馬 這隻馬 這隻67分 用馬牙 可能有少少微利 而且我估計這場馬 應該五、六十倍 所以 肯定 想想想 既然 沒什麼特別馬好選 吃屎吃大狗 不如找他擺第三選 薄他有個位置 所有馬 閃耀威龍 這隻 是 愛爾蘭自購馬 來的 愛爾蘭自購馬 一點都不厲害 膠沙地 兩歲 法國馬 要時間 明顯地 好 未必之餘 上場我都打算他輸 因為 我覺得他 贏千賢就是贏到 但不是很厲害 對手很差 上場他鬥得很厲害 十四檔 當然是 鬥得很厲害 才鬥人的細澤 陰星和史必菲菲 他要很進步才行 只不過是因為前置 這次 不算很多快馬 可以守住二三位 但要騎下去 有才行 三班要再證明多些 十三個馬 紅衣震撼 Pierre搞定這隻馬 上場 大幅進步 贏馬 加9分給他 這個評分尷尬一點 始終他還未在三班跑過 但是 很健康 鬥志很鮮明 以及 容詞蘇紹輝 你怎樣都要拖回票 所以我覺得 我放到第二選擇 這隻馬 十四個馬 合火芙蓉 濕地 這隻馬 林祥大禹 好了 美麗賓詞 要選擇 旅遊起泡 贏得 邊線野 之竹上 勒拍馬難追 天天得樂 魅力之遇 紅衣生騰 升班 要猜 但有隻冷本 躍進歡欣 我覺得會是 直撥的冷腳 當然 那天我就 有些什麼 神州時代 那些 傳農區那些 這隻就不是那些 這隻是我真的冷敲 那些 好了 烈馬斯分場表方面 八進巨星頭場 高東尼應該贏得 那隻 後面 中華聖經和維斯陸之星的位置 美麗賓詞可以爭WINPAY 頭花多 位置馬 羅富傳馬房超音鼠位置 健康愉快 有權贏 美場 支足常量有權爭 第八場 那隻 幸運傳奇位置馬 女健威馬房 我覺得最好可能是 雙天至尊 計班 近況上 不好 蔡悠漢 已經11場了 那些馬 沒有什麼好 魅力補區和魅力之餘 兩隻馬都是單飛 巨島 風火戰區位置馬 快潛 快潛 看看跑得如何 邊潛馬 方交白馬房 兩件 第二場也要拖 後面那些不太好 希斯馬房 團結必勝有權贏 精彩用時位置 家運才差位置 還有一隻 事實上是三四重彩腳 而本輝馬房 有馬配合而來 所以 我覺得 奧遊氣派 應該贏面非常高 我覺得是大幅進步的 雲高八斗 以及 極速飛彈 位置 雲高八斗 有個配備轉變 希望他進步 畢竟列飛 位置 不是重心 萬事快 不敢說他會輸 但最多是邊線馬 五彭戰馬房 六頂記 位置 孟巴黎 紅衣震 有權爭 WIN 但應該不夠 奧遊氣泡 跑 蘇惠賢馬房 行樂之光 四龍咀腳 綠燈 三龍咀腳 用天爬馬房 跑得寶寶位置 幸運天志 轉飛龍 也有邊線馬 奧遊之星也是邊線馬 但有權爭 前置的話 皮具之星有權爭 這隻馬 進步幅度很大 這隻馬 暴力如飛 也是位置馬 這隻冷門位置 首達成馬房 整隻馬 領航鎮奇 和金鼓齊鳴 明顯最好 兩隻有權贏得的馬 家營精神 運行盡 位置馬 偉達馬房 滿貫智 又拖腳 吉隆 有權爭WIN 看看臨場點發揮 其他馬都未得 不太好 頂貫路馬房 沙漿金光位置 行運勝均應該低一點 民家糧馬房 中華十六 會不會嚴長 第四場可能會不會嚴長 安御和貴獸騎兵一隊可以爭 升級經界三四重採腳 始終被動 葉昌馬房 老表星要拖腳 大紅心拖腳 最多 龍騰飛翔 爭QT 大財 有權爭下Q 不排除贏了 但上場真是輸給附隆莊 所以只限於拖腳 開賢馬房 明顯有馬配入而來 北極光 滿貫紅 兩隻馬都是邊線 除了日最好就是八發八中 應該贏得 這隻馬 應該已經夠用了 對手不強 賀良馬房 三件 我覺得還是低一點 天天得落 真的沒什麼分 除了石馬房 三件 二隻包包幣好一點 但是爭情 鄭俊偉馬房 我猜拆星光輝是全日最健身 和大道置證 一對馬都有權爭 如麗德馬房 正進無敵位置 士必飛飛位置 智慧城居 白露高超 入了四隻位置後 一隻八馬難追尼都不能拖腳 角白身馬房 我猜是 躍進寬是一隻大冷腳 三四重座一定要拖 我覺得他試打試得不錯 能力上未必很高 但這場馬有權偷雞 因為對手差 黎超星馬房 我想最好是快鱼龍 和一隻閃電列馬 還有一隻閃電盒 但是快鱼龍是位置 應該不夠 閃電盒 他幾倍都好 不知道什麼時候跑 找到的 中間二膽三班 真的要進步才行